大家好,我们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今天要来做的是 我们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企业的永续报告 然后还有我们用工人智慧来把它转成结构化的资料 大家可能很多人听过ESG 听过企业的CSR或是永续报告 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漂绿的行为 或是这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的确你如果看现在的报告 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一份报告 他会说他看起来素数都很漂亮 他会跟你说我在那个戏院哪一年的时候会减碳多少 有一个3% 6% 看起来蛮好的 但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拿去对到 他这间企业实际的碳排放来看的话 会发现他原本的比的基础是2015 但你会发现其实真的资料来说2020 其实已经超低了 那但是他按他原本的报告书的话 他其实在2025和2030的时候 他的碳排会比现在实际的碳排还要高 所以你只要把报告书的数字 拿去对他实际的排放来看 就会看到他的报告书其实写的其实有点奇怪 那甚至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对到 现在大家都在讲205070碳排 所以你对到实际的碳排的 他的实际排放来他的预测的话 其实就会发现其实两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和205070的目标是差非常大 所以这边要讲的是 其实永续报告书的确 它有可能会被拿来当做漂虑的工具 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出 每一个企业都在出这些报告书 所以其实我们就更应该拿这些报告书的资料 拿来把它结构化之后 变成一个是大家都可以分析的东西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资料 把它做成一个资料库之后 让公民也可以参与整个产业的转型 所以这件事情绿蒙已经做了三年了 我们从目前已经收集了2018到2020 正在做2021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我们现在是全部用工人智慧 就是我们请很多的志工 然后付大家就是薪水 然后来做目前已经做了200本报告书 我们目前先集中在高碳排产业 或是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来做这件事情 目前200本做了三年 但是做这个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成本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边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如果看报告书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想要找碳排的第一种范畴 范畴1你就会发现 报告书里面会有范畴的国字1 范畴数字1 范畴空白数字1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资料呢 有的时候是表格有的时候是图表 这个东西人看其实都很难看 所以更不用说机器看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那个碳排还会分成很多不同工厂 它没有加起来我们要帮它加之类的 那所以在做结构化的时候 这些其实都会是问题 那所以我们其实今天 然后我们也有请GPT 这个是用确的DAC来做 看能不能问它问题得出我们想要答案 那发现其实蛮难的 因为其实报告书里面有很多很难判夺的东西 所以总之今天我们想要来做的事情 大概分两条路线 我们希望可以降低整个人工判读 企业报告书的成本 让我们可以做 把这些把这些事情做到更多的企业 和做到更多的年份 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来做分析 所以它大概一个的话是可以用人工判读 这样能够判读流程减少的成本降低 或者是可以用人工智慧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总之就欢迎UX 然后工程师来找群众外包专家 对我们就坐在最后面谢谢 你要坐在最后面呢 好 去拿桌牌 加 ajudar